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電影嗎? 在奇幻題材當道的現在 不管是《冰與火之歌》、《地海戰記》、《哈利波特》等小說影視作品 乃至於《魔獸世界》、《獵魔士》等知名遊戲 都以它們龐大又充滿想像的世界觀 豐富鮮明的角色、充滿轉折的劇情而受到廣大觀眾歡迎 但你知道嗎?上述所有的作品的創作者 都對它們的靈感來源毫不掩飾 那就是已故文學大師J.R. Tolkien一手打造出來的《魔界宇宙》 這個風靡全球的作品最早是以三部曲小說的形式 於1954到1955年之間陸續出版 故事敘述一位原本與世無爭的哈比人Frodo Baggins 肩負了毀滅《至尊魔界》的重責大任 一路前往黑暗魔軍Sauron的大本營的艱辛過程 《魔界》在推出之後大受好評 Tolkien靠著自身豐富的想像力以及強大的文學底子 所打造出來的這個《魔界宇宙》 基本上開創了俗稱High Fantasy古典奇幻的作品類型 在接下來的60年間,啟發了無數的作者 《魔界》的相關作品也陸續被改編成為不同形式的內容 其中又與2001到2003年的《魔界三部曲》 以及2012到2014年的《他比人三部曲》最廣為人之 甚至《魔界三部曲》還曾經在2004年的奧斯卡橫掃入圍的11項大獎 當然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 以及所有的技術獎項 但你知道嗎?這個迷人的IP 即將在今年9月,於Amazon Prime影音平台上推出前傳影集《魔界、力量之界》 Rims of Power 敘述電影三部曲再往前推進的3000多年前的故事 相信全球又會再掀起一波魔界熱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告訴你 六個以八成不知道的魔界秘密 帶你回顧一下這部史詩作品 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訂閱頻道並且按下小鈴鐺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第一個要告訴你的是剛剛提到 今年9月即將要登場的影集《魔界、力量之界》 雖然離上映還有半年,但卻已經創下了許多紀錄 亞馬遜斥資2.5億買下電視版權 承諾將製作至少5G的內容 已經確認的經費超過10億美金 換句話說,《力量之界》在還沒開播之前 就已經成為了影史上最昂貴的影集 而從目前釋出的資訊我們得知 影集版的劇情主要是根據《魔界三部曲》小說的副錄章節改編而成 時間點設定在3000年前的第二紀元 並從黑暗魔軍Sauron打造《九霉力量之界》以及《魔界》本身的故事開始說起 而雖然影集的故事發生在數千年前 但因為《魔界》的世界有許多永生不死的種族 所以有不少觀眾熟悉的角色 也將以更為年輕的形象在影集裡出現 例如精靈王Elrond、女王Galadriel、 鋼鐸人王Isidore、乃至於黑暗魔軍Sauron等等 至於大家最喜歡的巫師Gandalf 根據原始的設定,是要到Sauron崛起之後才會現身中途 所以到底會不會在影集中出現,又會由誰來飾演 看來還要再好一陣子才會知道了 我們覺得《魔界》之所以能夠風靡全球 熱度歷久不衰 主要得要歸功於作者Tolkin 窮盡一生之力所打造出來的世界觀 其規模囊刮了歷史、文化、種族、宗教、天文、地理、哲學 所延伸出來的故事 有族群鬥爭、政協對決、英雄旅程、政治盤算 甚至是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 而如果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 Tolkin筆下的這些豐富內容 甚至建構了幾乎所有現今奇幻遊戲的基本架構 從完整的世界觀到精彩的劇情 從解任務到打副本 從英雄到兵種 從各有優劣的種族與職業 到有不同屬性和名稱的神兵利器 從內政到外交 從籌備資源到行軍打仗 從大規模工程到一對一的角色單挑 無疑不是在遊戲中常見 並且受到玩家喜歡的元素 從有奇幻遊戲十足稱號的桌遊《龍與地下城》 都找得到許多魔戒的影子這點來看 魔戒對於遊戲產業的貢獻可見一斑 以魔戒為主題的遊戲 更是每當推出就會受到全球粉絲的矚目 而即將上市的奇幻策略手遊 《魔戒開戰時刻》繁體中文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忠實還原了Tolkien的原著以及Peter Jackson三部曲電影的《魔戒開戰時刻》裡 故事背景設定在中土世界的第三紀元 在多爾哥多的城池中,魔戒現身了 魔戒蠱惑著中土上所有的生靈 引誘他們加入魔戒紛爭 膨脹他們統治中土的野心 所有人都想爭奪他獲得統治中土世界的巨大力量 在遊戲中,玩家將扮演中土世界裡的一位領袖 招募著名的魔戒英雄角色 像是這一使者Aragorn、Legolas、Gandalf 甚至是邪惡勢力Saruma、巫王等等 率領屬於你的軍隊四處征戰,獲取資源來打造你的王國 除此之外,你還可以鑄造你專屬的力量之界 幫助你的英雄和部隊在戰場上功無不克 但是你還得要考慮到中土世界的各種地形 不管是山脈還是河川 都有可能成為你最大的阻礙或是最強的優勢 而想要在詭決的局勢中生存,孤軍奮戰是做不到的 因此你還可以和朋友一起遊玩、加入聯盟 共同抵抗來襲的各方勢力 年度奇幻策略大作《魔戒開戰時刻》 即將在4月14日和日本、韓國同步上限 值得一提的是,遊戲是全球同福的 你將與全世界的人一起爭奪 最強至尊魔戒 為你的勢力出一份力 真正的國戰從此刻開始 或許你會問 那麼多後來的創作者都參考了Tolkin 那Tolkin本人又參考了誰呢? 後世的學者們在研究了Tolkin的聲明之後發現 博學多文的Tolkin 精通語言學以及以基督教為主的神學 再加上他本人非常按鑽研神話、中古世紀文獻以及考古 對於古英文文學也很有研究,特別是史詩《貝武夫》 至於魔戒裡的各種設定 則和他個人的經歷有很深的關聯 例如 哈比仁所住的Sire 靈感來自於他幼年時居住過的鄉間小鎮Serehole Sarumon加Eisengar工業化的靈感 來自於家鄉附近的工業區 黑暗魔軍Sauron崛起,侵略周圍國家的靈感 來自他本人參與過的一次世界大戰 死人沼澤中滿滿的屍體的部分靈感 來自於索姆河戰役之後的法國北部 有學者指出 魔戒本身就是當時全球最大的威脅原子彈的隱喻 Tolkien的智友,同時也是納尼亞傳說的作者C.S. Lewis 曾經評論魔戒,十分真實地描述了他們那個世代對於戰爭的認知 逃難的百姓,堅定鮮明的友情 希望與絕望夾雜的現實 乃至於從戰爭廢墟中找到的煙草被視為天賜的禮物等等 有學者指出,Tolkien的中土世界地理位置暗藏了善惡標準 西方和北方,也就是精靈和哈比人的領地 大致上都是善良的好人 東方和南方,也就是Mordor和Hara,則都是壞人 而Gondor位在西南方,就被解讀為還算善良但充滿算計 而在現實世界中,Tolkien所在的英國位在歐洲西北 當時的敵人德國則在東邊,看來也不只是巧合而已喔 大家都知道魔戒裡的角色多不深屬 彼此之間也有說不清的恩怨情仇 但其實有部分角色之間的關係比你想像中的還要複雜 以下我們列出幾個會讓你腦洞大開的例子 Aragorn的第六十幾代真祖父Elros,是精靈王Alrond的孪稱兄弟 而Arwen則是Alrond的愛女 所以技術上來說 Arwen是Aragorn的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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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堂菇 在Tolkien的世界裡,諸神Valla創造了一群名叫做Maiar的刺激神 來維持宇宙的運作 而Sauron在墮落成為黑暗魔軍之前,和Gandalf一樣屬於Maiar 不過兩者的力量相差很多 Gandalf一直都很抗拒被派來和Sauron對抗 Frodo雖然叫Bilbo叔叔,但其實他和Bilbo是堂兄弟的關係 而Pippin不只和Maiar是表兄弟,同時他也是Bilbo的表弟 所以Pippin、Maiar和Frodo三人都是表親 只有Sam和他們沒有血緣關係 每當一部文學作品大紅 我們就能預期會看到許多的新生兒或是寵物成為受害者 被迷霸迷媽們以作品角色命名 而雖然Token底下角色的名字都太過繞口或是夢幻 但仍然啟發了不少新手爸媽 以下為幾個主要角色名字的意義 Frodo來自古英文,意思是經驗與智慧 Samwise來自古英文,意思是單純 Gandalf來自挪威語,意思是精靈手杖 Aragorn來自Token的自創語言,意思是高貴的國王 Arwin同樣來自Token自創語言,意思是貴族少女 Legolas同樣來自Token自創語言,意思是綠葉 Gimli來自挪威語,意思是火焰 但你知道,除了嬰兒名字之外 Token的中土世界也宏到了外太空嗎? 土星的衛星泰坦上的許多山脈 都以中土世界的山脈命名 例如末日火山Mound Dune 孤山Erebor,迷霧山脈Missi等等 現在都真有其地 不知道我們有沒有機會親眼見到呢? Pieter Jackson的三部曲之所以受到歡迎 除了魔戒故事本身的魅力之外 精準的選角也是原因之一 但你知道嗎? 當年這個史詩集的班底差一點就會完全不同 甚至還會走向斜點路線 以下為幾個原本預定的角色演員名單 Aragorn原本要找Nicolas Cage扮演 但因為家庭因素推掉了 而另外的備案包括了影帝Russell Crowe和藏老大Vin Diesel Gandalf原本要找已故影星Sean Connery 但他說看不懂劇本而拒絕了 飾演薩姆朗的已故影星Christopher Lee很想演Gandalf 但因為太老而被賦予了沙路芒這個動作戲較少的巫師角色 實力派演員J.Gillenhold曾經試鏡過Frodo這個角色 但因為沒有英國口音而被刷掉 地表最強老爸Liam Neeson曾經是Boromir的主要人選 追殺Bill的女主角Uma Thurman原本要演Elwen 但因為小孩剛出生只好拒絕,事後讓他懊悔不已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對於今年9月要上映的《魔戒力量之界》 以及即將上市的《魔戒開戰時刻》手遊 更了解也更有興趣了呢? 我們在影片說明欄裡放了相關資訊 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平台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好作品喔!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內容上線 除了YouTube之外,現在也推出了Podcast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